物是人非,事是修,欲欲泪先流 大家好,欢迎收看知心解说三国沙 本期更新了好多武将,这是我小号开的 我也就不切换了 介绍一下第一个新武将,借张脚 雷击,当你使用或打出闪或闪电时 你可以进行判定 二,当你进行判定后,若判定结果为黑桃 你选择一名角色,对其造成两点雷电伤害 梅花,你恢复一点体力 然后你选择一名角色,对其造成一点雷电伤害 黄天美变,鬼道 当一名角色的判定牌生效前 你可以打出一张黑色牌替换值 如果你打出的牌是黑桃二到九 则你摸一张牌 咱们先看那个吧 第一把剑张脚的中程视角的录像 主攻选择了孙笨 咱们这里可以选择布置 但是因为有新武将剑张脚 所以咱们就选张脚吧 这里的雷击是结果就行了 发动的几率比以前大太多了 鬼道也得到了一定上的加强吗 剑风所指,狄默敢当 结果咱们被拆了一下 理论上这两个都是反贼 咱们就暂时这样标一下吧 我们群内局嘛 杀孙笨的不一定是反贼 然后咱们乐了一下这个孙策 为什么呢 因为跳三反了 咱们也装反 后面反贼可能会直接乌龙 然后李璐直接杀下奥章 因为奥章先行动 然后奥章是内奸 然后更能体现出乌龙了 刘邪杀佐茨 叛定位红桃 这里你们刚刚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吗 刚刚是那个结果直接对左造成了伤害 借张角可是增强了很多 到底忠诚是谁呢 还有个忠诚到底是谁呢 没拆了 这应该是一个大反贼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有反贼 李璐没有开这个大 然后咱们的孙笨 就是没手牌了嘛 然后咱们没改 杀一刀贾许 咱们这里手握三桃 可是如果被加许一个酒黑杀一个乱舞的话 咱们是救不了的 然后来来来 突然鲁肃跳了一个大忠诚 然后一刀三 鲁肃啊鲁肃 跟我们星际一样装身份 可能鲁肃是看出来我们张角是忠诚了吧 然后优势局一下子打开了 刘贤被骗了 咱们鲁肃可是一个大好人 然后因为贾许没牌了嘛 佐斯也没有牌 但是佐斯有一个空城 怎么办呢 这就非常伤 如果佐斯不是空城 或者什么 别的像什么 得富英币 但是诸葛战好像只有借佐斯能化身 所以说 不是那种特殊的化身 佐斯刚刚是死的嘛 然后放张蓝 咱们卖一下 这里佐斯换都不想换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 他们反贼方不肯的赢了 一刀杀死贾许 这个挂闪电就有点那个杀 虽说我们两个掏死不掉 但是优势局千万不要挂闪电 这里鲁肃可以杀我们一刀的 我杀一刀 弹死这个佐斯 可见得这张角 技能的发动频率 比之前高了许多 但是呢 这个武将还是有点脆 第二把咱们看理卢的吧 咱们是四号位的大粉贼 主攻事件张角 这里如果不知道徐龙的技能 打个暂停键看一下吧 简单的来说就是 能造成成敦伤害 喜欢AOE 或者火攻这种关键手牌 自己有连弩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杀 看一下借张角的技能吧 雷杀 这应该是跳中的打法 然后劈一下在铁锁上的人 然后再开张难 过途肯定是忠诚了吗 诸葛克跳反 忠诚因为没必要 前面已经跳了一个钟了 但是我感觉李卢能给 那个 能黄天给闪吗 但是我感觉远位的借关于比较偏重 所以诸葛克应该是这么想的 然后 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然后开大一张 这里直接扣钱 是什么身份呢 反贼想让直接收 这里也直接收 注意了 只要一名角色 需要求两个头 就或更多 虚荣就能免费获得标记 如果有牌的话还能获得这张牌 看见没西容又获得一个标记 这叫什么白嫖 也不过如此吧 无中身有 这里应该先看无中的 这样有可能骗到无限 然后火攻就能造成伤害了 雷沙 咱们这里有明的两个桃 盼梅花盼黑桃都不怕的 决斗 怎比得上骑射来的痛宽 咱们李卢一波秒掉了 咱们的大主攻 第三吧 咱们是一号位的大主攻 选谁呢 这下后蹲当主攻也是挺不错的 结果选择咱们的只有鲜血 才能使我愉悦 这里主攻建议选择群雄的 因为有刘表啊 刘骑啊 这种势力怪嘛 哪个说我游泳无谋 可可逃 铁锁连环 没泄可击 无泄可击 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 跳反贼 前面的身份我没看清 看看能不能收掉一个 结果并没有 然后排全弃光他们 然后巨兽开一个万剑启发 收掉前面反 收掉险遇反 开个五谷 估计拿个桃吧 装个盾 过了 巨兽应该是个大忠诚 蔡文基是反 顺一下 杀一刀 救一下 毕竟沈周瑜这武将也是比较偏中的嘛 然后曹瑞也刚刚是跳反了嘛 左左连环 雷杀一刀 咱们超强的两个忠诚 带走了咱们的 所有反贼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咯 在结束之前咱们把 另外两个戒五将讲一下 戒鱼姬 古获 美名角色的回合线一次 你可以扣制一张手盘 当任意一张基本牌或普通技能 牌使用或打出 其他角色可同时进行质疑并翻开此牌 若为假此牌作废 且质疑者摸一张牌 若为真则所有质疑者 弃之一张牌或失去点体力 并获得技能产怨 产怨是 当你的体力值为1的时候 你的其他技能均失效 鉴鱼姬肯定是增强了 虽说这有一定负面错 但是 你们懂的吗 建议大家用真牌 或者特殊情况下 用那种很正常的牌 鱼姬是增强了 张角也是增强 佐斯也是增强 但是呢 佐斯呢 白嫖 这是小号 所以才开通93名武将 借佐斯的技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游戏开始时 你获得三张武将牌 然后亮出其中一张 你获得亮出化身牌的一个技能 且性别和视力 视为与化身牌相同 回合开始时或回合结束时 你可以选择一下 更改亮出的化身牌 或移去制作两张化身牌 并获得等亮的化身牌 以后有借佐斯的录像会给大家放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 你多 以前只能两张化身牌 现在有三张了 然后这里都没一遍 这里都没一遍 更改都没一遍 后面就是 移去两张化身牌 就是你这张化身牌不要 你可以选择 然后丢掉 然后系统给你新的两张 或一张化身 新生 这个美感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 希望 大家能 踊跃给我投稿 我 我打算在 全面小康的四月份 开直播 那就先说一下 投稿邮箱跟直播平台吧 投药邮箱 投稿邮箱 我会在视频后方 一段时间 在视频里面写着的 直播平台也是 欢迎关注我的直播平台 在虎鸦直播搜索房间号 17714114 好的 最后就是咱们传说中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关注 喜欢的 再关注哦 也不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